三丝扣干贝 网友要求做一个三丝扣干贝 这些东西融合到一起 很味美的一道加油 原来的传统的 天津三冬菜都有 但是它是一个汤菜 咱们今天这个是做一个 就是顶多有点溜汁 咱们刚刚煮了半天 大冬瓜 用不了那么多冬瓜 冬瓜去皮去羊打成一个菱形块 咱们这不是一造型菜吗 就为了使这个冬瓜找形 你看长亮道得这样打完皮之后 从这儿到这儿 因为最后你要找风 这块它也用不着 起码得这样 找风是吧 第一这块 这顶面你得找平了 对吧 这上面也得去一下 平 然后切一个菱形 这是一个比较废料的菜 好 先挖得掏 这菱形掏空了之后 这三丝往里边放 七厘米长 五厘米宽 底儿有一点儿就行 对对对 然后干贝就是蛋儿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这块筋必须去掉 这块筋要不去掉 是根本嚼不动的 就这块筋 这个筋比这肉短一点 要把它去掉 我们这弄好这之后要怎么办 要先蒸一下 要加点老饭骨的这个酒 加了一点点糖 加一点点味儿 搁点葱 搁两片姜 还有一个东西要蒸一下 鸡腿 鸡腿洗净了 我们最简单的就是 有一点点盐 有一点点味儿 揉一揉就行 这个不用动刀 因为这我待会儿要撕成丝 这鸡腿一蒸 红萝卜呢 我们也把它 这一盖盖就蒸了 盖上盖了啊 盖上盖了 然后这个鸡胸啊 咱们待会儿用打碎机打一下 其实这用不了那么多 但是打少了倒没法打 咱就打一个 剩下也不浪费 然后咱们只取三个蛋清 咱们那个机器 待会儿用一下打碎机 你们跟一帮玩儿雕刻的似的 你看一个月跟那儿 都拿一小勺 我跟那儿 我以为这是一个什么加工厂的 我跟山东那个豆腐香 是 这个形式差不多 咱就在这儿打了啊 割2.5克味精 2.5克糖 咱们有2.5克的盐就够了 胡椒粉有半克就行啊 红酒要一点点啊 大约有10克红酒就够了 香油啊 大约有5克就够 不用多啊 行这会儿行了啊 好嘞 就是它了 但是这东西要想让它细腻 鲜嫩 还缺点东西 师傅别呢就半克就够了 要是苏打可以搁一克 碱 因为碱呢比苏打的力量大 劲儿大 对 对 但是为了使这碱呢又能起作用 别有过多的碱味儿 加一点点 味精 糖 加点点糖 还有加一点点淀粉 有时候是非得要求 你说说客是 猴哥言个一样说是 专家和老师 所以猴哥做东西才代客说 杜哥像您和我 甭管中三西三 咱是厨子 那个厨子做菜 说我搁几克酱油 几克醋 其实也不难 你比如说像这个勺 比如说要倒是黄酒的 要是一满勺八克 对 您对这个有非常深的概念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少许 是吧 也就这样说 这个多一点点 你前天干活 弄这么多事 好 对 每个要说客 记不起来 比如说这个油呢 要就是轻啊 一整勺就是才五克 咱们再来两克就行 所以杜哥 猴哥比咱们高级 别 你怎么来的 因为 你说我95年 我去荷兰讲课 对啊 就因为我不说客 差点让人给哄回来 你看 我调好这点汁 要迅速的把它调一调 这个调成这样就行了 你看多细腻 没问题了 搁三克鸡粉在里边 要是盐这点就多了 没劲了吧 鸡粉很轻 我们是把冬瓜呢 削成这样的形 然后呢 把这鸡料子的放到里边 然后剩下的上面 搁三种颜色的丝 加点姜丝在里边 因为这个的姜丝蒸熟了 好吃极了也是啊 因为里边有两三根的形 因为呢这个海参呢 咱也没有薰条 最后咱们怎么办呢 也是要加味 加点味 用这种方法让它入味 这是提鲜的啊 而且底口呢 这个咸口可以高一点 重一点 对 先加点红酒 要不没底口啊 筋不要 筋要不可不好 这用不了这么多 用不了这么多 对 拿出来吧 差不多了 来 成了 这蒸了一下就好切了 切姜丝点是丝吗 对对对 切细丝 拿凉水冲一下 来 切那么细啊 胡萝卜海参好切 可以干别的活了啊 忘记得填馅 填三分之二的馅 三分之二得抹完了 搁姜丝 对 姜丝搁上 我一个人搁两根 一边得露在那儿胡萝卜丝 一边得露出海参丝 就齐了 让它朝一边 海参贴一边 海参丝磕一边 那旁边咱们看见 别落着吧 是这意思吧 是这意思 然后中间再搁上鸡丝 鸡丝有点就够 搁在中间就齐了 搁上鸡丝 我这边就出这丸子了 你看我这丸子怎么出上的 我这一挤这小丸子 你看这边一有干贝 宴会大家都愿意干这活 这是学技术的时候 上面搁一些狗鸡丝 不够了 狗鸡丝得按紧点 要不粘不住 对啊 盘完就行了 这一蒸完就完了 这最多蒸七分钟 在盖了啊 咱们蒸七分钟可以了 光火 这颜色也没问题啊 好嘞 行 咱们再勾点馅 就是这缸 这摊 就是你刚才举动过那几下 就真的了不起 不够吧 不太身体我真正 兄兄你这也真得学 我学完了 哎呦 我学 你得学 学身体好啊 我明天开始练翻跟头 你翻跟头就别翻了 我开过练这个了啊 那种蔬菜椒 各种点的好夹 是吧 对 一点点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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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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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这吃这个 弹牙子 这像那个弹什么 打什么牛 你看贝蓉香不香 这香 不是 像潮州牛肉丸似的 这小盘拍着好看 真是 我也觉得是 咱那小盘弄的 我先说俩做 好横 烫意也棒 味道也好 包括所有的那个搭配 吃到嘴里特别的舒服 这些东西融合到一起 很味美的一道加油 谢谢 这本身就是一个高档菜 一个功夫菜 到嘴里有丰富的那个位置 对 包括层次感这个菜 传统的三次购物干贝 因为那是一个汤菜 最少得一碗那么多的干贝 要数粒的话 没有三十个 四十个都下不来 然后里边配的熟肉丝 鸡丝 火卷丝 然后再蒸 蒸完之后再扣碗往里淋汤 后来根据这个要求我就想一想 把我们当时曾经做过大同小异的菜 就做了一下 大家如果做这些菜呢 其实家里有孩子 像做手工时带着孩子就玩了 而这些三思呢 没有什么必须什么 喜欢什么大味 今天本来我们享受火腿的 但是我们今天买的火腿肉啊 跟午餐肉啥不好 所以临时盖成了这个胡萝卜丝 其实也挺好看的 昏三思 素三思都行 黑豆搁木耳行不行 也可以搁银耳这么着行 叫举一反三 举一反十 举一反百 尤其建议做这个菜的王九 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的提 也不会把这菜做出来 谢谢你们 我们好好做菜 你们好好吃饭 关注老半骨 吃饭不含糊